驚奇人節 互惟婭姻回家 老公秀 那就要先看一下 我身上戴的座椅 順便快點呼叫一下秀傑開 14號賈金文 帶著2.51的珠寶出席活動 恰巧碰上白色情人節 一些相關話題當然少不了 應該說 我覺得該有的 大家都還是會互動 尤其小孩 先生 雖然每天還是柴米油鹽 但是我覺得該有的浪漫 我們都還是會注重一下 帶小孩其實有時候滿浪漫的 因為我們家那個最小的是雙魚座 我現在真的被雙魚座的女生 真的 就是每天她超浪漫的 她看到我都會 眼睛有的那個淚光 然後這樣媽媽我抱愛妳的 我宇宙無敵抱愛妳 然後像每天出門 都叫我親她們的手掌 畫一個愛心 她說她帶我的親吻去學校 這樣才會有勇氣 跟想念我她可以親手掌 那技術最浪漫的是 就是大S跟舊愛 就是覺得哇 好像大S會做的事情 對 就是敢愛敢恨 那因為有她這樣子的勇氣嗎 你想再看我閃婚一次嗎 上面是充滿幸福話題 不過說到自己的弟妹朱欣怡 現在正在努力抗癌 她可是很心疼 當然啊 因為我們是家人 其實從她第一時間到現在 我們都陪伴跟了解 我說實話 我真的覺得我 欣怡是一個很 很棒很勇敢的女生 你看到她的表情 跟她勇於面對的那個眼光 跟那個眼神 你就會被她感動 那知道這個過程 當然我覺得 會有點辛苦 但是我相信大家給她的祝福 是她最大的動力 欣怡一定會加油的 謝謝大家